哈喽大家好我是Casys 这个猎损陨落呢已经开了将近一个月啊 今天是5月4号还差几前期啊真的是一个月了 本来说呢5月份是要开这个新的叫做毁坏循环这个incursion啊 不过的确是要出没错至于出的时间还没有说 在最近几次的UB推迟直播中呢 他们有说了一下有关版本1.2 也就是毁坏循环的第二次更新吧 叫毁坏循环嘛这银河是名字 然后他也是免费更新的第二次更新 然后他也是说了一些有关这些更新的内容 首先我们从这个暗区说起啊 有关暗区呢 他是会新增一个新的暗区分区是201加的暗区分区 也就是说你的装等超过了201的话 你就会被划分到新的暗区 这也是应该做理所当然的一个分区吧 就像现在会有161加的啊 160加的暗区一样 在这个新的暗区里头呢 装备的掉落等级是204到240 他是这样划分的 但我觉得通常应该都是掉204吧 毕竟他这次1.1版本有说 关于32怪掉31装的这个实时 也没有太好的实时真的 其实说他只是这么说而已 可能我觉得对240的掉落还是抱有一点 不抱太大的奢望吧 还是有点这个担心他的掉落是有很大的坑啊 另外有关这个新区的Division Tech 国土战略装备的掉落将会全部是金色 他说这样会全部都掉黑暗的版本 也就是金色的版本 也就是说你不会减少蓝色和绿色的 只要是他出或者是你开箱子就必然是金色 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好去刷国土战略局装备 这样是估计也是鼓励大家去做暗区中的金装吧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将暗区中的金装的 需要的暗区等级再次进行提高 然后将大多数好的装备塞到暗区里头去 这是很有可能的 我是指图纸部分 这是图纸部分 另外暗区一般掉落和空头补给将会奖励更多的高级装备 其实说真的空头补给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兴趣 一点都不抱希望 不管是从暗区一区还到暗区六区 他们掉落永远都是给我的 是紫的 紫的 我已经没什么话可以说了 我每次都来两件紫的 虽然说我有一些朋友他就拿到套装或者金装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金装我是从来没有见过 绿的跟没说绿的只有boss掉过 我这已经是相当无语了 所以说他能提高是能提高 但我不知道他给的有多好 别跟我说开的不是紫的了 还是204的 那还有什么用 所以说这个之后再说 这就是暗区的一些相关的调整 另外我们需要有关PVE中的一些修改吧 PVE主要是新增了一些活动型的事件 他只这么说而已 但没新增了什么 他并没有说 只是可能说会多一点支线 或者多一点这招 虽然是数 就是科技部 而是部门任务吧 虽然部门任务吧 可能会多一些吧 然后另外可能会加入一个美月任务吧 但是之前就是说这个版本也会出 这个有关购买新增pass的玩家 会获得一个全新的美月任务 没有出啊 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另外就是新增incursion 这个不用说了 毁坏循环是新增incursion 然后有关尹克城挑战还有困难的任务 将会掉落更高级的装备 就跟之前暗区一样 只是他把它分成两部分来做其一部分 就是说无论是暗区还是PVE boss都会掉落更好的装备 相对于上个版本的修海 这个版本呢 他是让精装百分之百掉落 然后他想再提高 然后想要套装百分之百掉落吗 然后毁坏循环出新的套装 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说真的 听起来真的有点怪怪的 我是不理解他要如何更好的掉落 更高质量的掉落 或更容易掉落 他还要怎么更容易掉落 都应百分之百掉落 所以说我不是很理解 他到底想怎么修改 不过还看大家在对装备上面 更高级或更好 或更容易上的认知不一样 所以我只在那边说一下 我实在想不出来 他要如何百分之两百掉落 然后全部掉更高级的装备 这还可以理解一点 但是掉率更高 实在不理解 然后有关在一些比较通常的更新中 也就是装备在这次更新中 不会被削弱 而是再次被增强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考虑到 就他说并没有说 因为最近属性膨胀比较严重 而去再次的降低之后 然后再慢慢去提高上去 进行下个版本 他说这次不会 至少这一次不会 就有点像魔兽世界 这个一百多集之后给你削下来 再重新升上去 这种感觉一样 他说这次不会 所以说属性继续在膨胀中 至于膨胀到什么程度 还有这个技能方面 他们说这下还要进行一下平衡性的修改 但是不知道什么是这样的修改 可能也考虑到到属性 可能真的是可以三属性全面爆发的话 那真的是很不好说 不过我学真打很有可能到后期 也就不会到1.2版本 这有可能会出现三属性全面爆发这种情况 还是值得考虑的 另外就是1.2版本将会修正一些bug 比如说射击时空和辱莽 射击时空我就不用说了吧 就是子弹无限射 暴头无限射 然后辱莽的话 辱莽我不清楚是什么bug 因为我没有做过这期视频 因为辱莽本身也是一个两面刃的一个技能 就是说你造成的伤害提高13% 应该是10到14左右 然后受到伤害也相应的提高 也是10到14左右 所以说我并不清楚 这个辱莽到底是怎样的bug 可能也是无限叠伤这样 和射击击时空差不多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无限叠伤bug了 所以说我并不清楚 如果有比较清楚的朋友 可以发到下面的评论里头 然后另外就是 另外一种bug 我都不是很想说 他只是说一些任务中门不会打开 还有科技部门直接解锁的问题 至于科技部门直接解锁 这个问题应该是练小号的问题吧 然后至于任务中门不会打开 我是没有见到过 我只见过任务中人不能进入 就是清津玩家不能进入 我主要是说的incression 列宋陨落 这有点问题 然后另外 因为这个开发部分的人啊 说呢 pve is going to receive a lot of love 刚才是我故意沉默的 a lot of love pve 他还要他还要多少拉 我不理解他还要多少拉 我已经不想玩了 说真的这个版本 我觉得这个星期我已经 自从周二打过领克审之后就 没有上线 因为正好今天又有事就没有上线 然后他要 receive a lot of love 再下个版本 不过说真的 先不管他上面怎样的修改 我现在在意的就是 毁坏循环的bug好用吗 你知道毁坏循环又会出现什么新增bug 不过官方说他们会在出1.2之前 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测试 不会让我们用到太变态的bug 不过我还很在意 到底会给我们发现出多少更有的bug 让我们还期待新的毁坏循环 incression的超变态单刷solobug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